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们用着CarPlay 同时他们也想连接WiFi 通常这种情况下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很像你开了WiFi 你的CarPlay会断出去了 然后之后他会把WiFi关掉 重新连回CarPlay 现在CarPlay已经在连回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而且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有两种选择方式 一种就是你开了WiFi 你把原装的Bluetooth关掉 电话Bluetooth关掉 然后把你的Hotspot打开 进这边连接 这样你就可以成功连接到你的WiFi了 二就是开了WiFi 然后来Setting这边 把这个Background Connection关掉 然后进你的WiFi 它就会成功Connect到 同时它也不会连接回去你的Apple CarPlay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放SIM卡 因为SIM卡它不会很像WiFi 这样你同一个手机share出来 所以它不影响 不会很像WiFi这样你开了 它关掉连接回那个Bluetooth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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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